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總統拜登12月23日 簽署了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支持對台灣的軍事援助預算 美國國會也在同一天通過了綜合撥款法案 授權美國國務院提供台灣需償還的軍事融資貸款 這份經費高達8,580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案中 授權在2023至2027年間 透過美國國務院外國軍事融資計劃 向台灣提供總額100億美元 每年最多2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這部法案還要求加速處理台灣的軍購請求 並建議邀請台灣參與2024年環太平洋軍演 不過根據美國立法規則 授權法案只是定定開支專案 指有撥款法案有權決定美國財政資金如何支配 美國眾議院同一天通過的綜合撥款法案 並未納入國防授權法案同意的無償軍援 只是授權美國國務院提供台灣最多20億美元 而且需要在12年內償還的軍事融資貸款 即是說本來台灣當局炒到很熱的無償軍援 變成了軍事貸款 而且台灣方面不得不接受這個貸款向美國買武器 雖然在拜登政府看來 這個安排已經是被直接軍援讓步 中國三個部門和全國人大罕有此分別發表聲明 批評美國簽署《國防授權法案》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息 外交部和國防部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國台辦就通緝美國有一股勢力 企圖在軍事上武裝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為他們遞刀子、送槍炮、鼓動兩岸對抗 在台海拱火將台海推向戰爭邊緣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就說 必將會遭到中方堅決反制 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方對於美方執意通過並簽署 含有涉及消極內容的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已經向美國提出嚴正交涉 發言人說法案罔故事實 封嚴中國威脅、示意干涉中國內政 攻擊抹黑中國共產黨 是對中方的嚴重政治挑釁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中國人民對於美國打壓、壓制中國發展 阻撓中華民族復興的險惡用心看得很清楚 挑撥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的圖謀絕不會得逞 發言人又指出 法案還包含大量涉台的消極條例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布規定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的信號 為台海和平穩定製造嚴重損害 發言人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美方應該立即停止搞議台制華 停止虛化、逃空、歪曲一個中國原則 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中方敦促美方將兩國元首、巴黎島 會晤的重要共識落實處 秉氣冷戰、靈活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發展和中美關係 不得實施有關法案中的涉華消極條例 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 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而國防部發言人譚克菲就批評 美國的法案妄顧事實 涉染中國威脅 示意干涉中國內政 為增加軍費、維持霸權、找尋藉口 企圖將充斥著億段和偏見的國內法案 凌駕於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之上 不僅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同時也將會獨化中美兩國兩軍關係 譚克菲重申中國軍隊發展壯大走向和平 始終都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堅定力量 這一點國際社會有目共睹不容詆毀 如以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環顧奉行本國利益優先 為一己的私利 示意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製造衝突 造成大量的無辜平民傷亡和流離失所 事實一再證明美國才是國際秩序的直接威脅 地區動蕩的幕後推手 他又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不用任何外來干涉 美方無權說三道四 一個時期以來 美方不斷地虛化屠空歪曲一中原則 頻繁對台軍售加強美台軍事勾連 炮制損害中國主權的涉台法案文件 這只會嚴重損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推高中美軍事對抗的風險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一如既往嚴陣以待 堅決捍衛、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 而國台辦肺炎人朱鳳蓮就說 一段時間以來美方的人在台灣問題上變本加厲 採取錯誤的言行 美國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加速對台軍售等內容 進一步表明了美國國內有一股勢力挺台壓華擦身不死 企圖在軍事上武裝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為他們遞刀子送槍炮 鼓動兩岸對抗 在台海拱火 將台海推向戰爭的邊緣 將台灣民眾推向生靈淘炭的景地 朱鳳蓮又警告民進黨當局出於台獨政治目的 頑固以美抗禄以美謀毒不惜犧牲台灣民眾生命福祉 甘當外部反華勢力的棋子一條道路走到黑 朱鳳蓮說中方證告美方解的人應該立即糾正在台灣問題上錯誤言行 回到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國聯合公佈的正確道路上來 又證告民進黨當局台獨沒有出路以美謀毒是絕路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 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發言人龍文澤發表談話 批評法案含有多項涉華消極條例 大肆操弄涉台涉港涉疆等問題 無端抹黑中國發展道路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任何搞以台濟華支持縱容台獨分裂勢力的圖謀 只會進一步加劇台海緊張局勢 進一步衝擊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龍文澤又警告不要在涉及中國主權和核心利益問題上 存有僥倖冒險的心理 任何企圖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國利益的挑釁行徑 都必將遭到中方堅決反制的 中國方面這次反擊美國2023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的力度比較大 加上在通過法案前一天 發布外交暴令 宣布對美國國務卿辦公室 前中國事務顧問余茂春 和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辦公室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順強就表示 這次中方以外交暴令的方式 發布對余茂春等兩名反華分子 採取反制裁措施的做法相當罕見 過去中國也曾經宣布制裁包括 蓬佩奧在內的美歐反華政客 但這次以外交暴令的形式發布 他的權威性無容偉言 也可以對反華分子起到更大的震懾作用 孫強又指出中方反制裁的工具箱中 仍然有不少的工具可用 雖然中方的行事風格一向比較克制 很少主動採取大規模大力度的制裁措施 而且事實上中方這次的行動 依然是屬於反制性質 但未來不排除中方將會繼續 將反制裁的清單擴大 對更多像余茂春這些極端反華分子 進行精準打擊 另外很多機構和國家都搞氣候峰會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說哪個氣候峰會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說美國兩黨政治嚴重 會影響全球氣候治理呢? 歡迎大家到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 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